上节课我们去阅读了Camera相关的API文档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说一下这个SurfaceView这个空间 SurfaceView这个空间我们来看一下 SurfaceView前面Surface是表面的意思对吧 那么如果说从这边的理解就是表面的View 那么这个空间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来写一下SurfaceView它主要就是要干这么一个事情 就完成单位时间内大量的界面变化的需求 它就是来做完成单位时间内大量的界面变化的需求这件事情 那么什么是大量的界面变化的需求呢 我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是视频播放器 我们知道视频播放器 在播放视频的时候每秒将会切换很多个方面 第二个是游戏 比如你开发一个赛车类的游戏 那么每秒有可能要切换50帧到60帧的发面 也就是要切换50到60次的界面 那么SurfaceView它怎么能完成单位时间内大量界面变化的需求呢 那是因为SurfaceView它内部有一个特殊的机制 叫双反冲机制 那么什么是双反冲机制呢 通俗点来说就是两人搭配干活不累 它这个内部呢是有两个纸线层的 我们来写一下 它内部是有两个纸线层的 我们知道平时我们的wheel自由在主线层中才可以更新wheel 那么这个SurfaceView的两个纸线层是如何来工作的呢 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A线层 有一个B线层 我们要做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解码图像 然后进行前台显示 A线层假如最开始在进行解码图像 那么当它解码完毕图像后 它就开始进行前台显示 这时候呢 B线层在后面开始进行解码图像 注意它们两个的操作是基本上是同时的 当B解码图像完毕后 可以它就快速切换到前台进行前台显示 同时呢 A线层接着去解码图像 当A线层解码图像完毕后 它也快速切换到前台进行前台显示 同时呢 B线层继续进行解码图像 整个SurfaceView的双反充机制 大体是这样 我们想一下这样效率是不是很高啊 始终有一个人在前台进行显示着 有一个人在后台进行处理这个逻辑和处理一些任务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SurfaceView能够在单位时间内大量处理大量的界面变化的需求 刚刚呢 我们说了SurfaceView的内部机制 SurfaceView还有一个callback接口 callback的意思就是肥掉 那么什么是肥掉接口呢 意思就是说自己会干某件事情而自己却不去做 他告诉别人我会干这件事情 等别人需要的时候就会叫我来做 怎么理解这段话呢 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建筑队 他会建房子也会装修房子也会拆迁房子 而他呢自己却不主动去做这些事情 他到开发商的地方去登记这些能力 他把这三种能力打包成一个能力包 假如说这个能力包叫A 那么当开发商需要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他就会叫这个建筑队来干这些事情 或者是建房子或者是装修房子或者是拆房子 那么刚刚这个例子中呢 能力包A就是callback SurfaceView callback接口里面有三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方法是Surface Correct 这个方法呢是在创建的时候被激发的 我们一般在这里面调用一些线程啊 或者是骑一些服务啊做这些事情 然后第二个方法呢是Surface Chint 这个呢是在Surface大小发生改变的时候激发的 Surface大小发生改变 一般像视频播放器中横竖屏切换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些横竖屏切换的时候 进行菜单栏隐藏啊 一些一些进度条进度条的改变状态 以及进度条的隐藏和显示等的操作 最后一个呢是Surface Destroyed 这个是在消费的时候激发 我们一般在这里面将开启的一些线程进行停止 一些将一些资源进行释放掉 学习了SurfaceView相关的知识 后面我们就可以使用SurfaceView来做一些事情 下一节我们将跟大家讲一下如何调用系统相机进行拍照